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3月24日 川普總統大反擊 對希拉里等數十人提起聯邦RICO訴訟 3月25日星期五 川普總統的律師阿琳娜·哈巴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談論了這起訴訟的真正意圖 並說下週還會有更多的訴訟 我們在昨天的節目中講過 在川普團隊提起的訴訟中 除了希拉里 還有現任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 捷克·沙利文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也都成了被告 整個被告名單相當長 星期五晚上 川普總統的律師哈巴 和Newsmax TV主持人斯廷·齊菲爾德 談論了這起訴訟 斯廷·齊菲爾德說 聯邦調查局依據希拉里競選團隊 提供的虛假文件監視川普總統 並且啟用特別檢察官對川普總統展開調查 這實際上是一場精心籌劃的政變 他們的陰謀最終以失敗告終 現在 川普總統開始通過提起訴訟 對這群人發起反擊 這項訴訟實際要求獲得超過7200萬美元的賠償 這一數額是川普總統為應對這一惡意攻擊 所支付的2400萬美元法律費用 和其他損失的三倍 斯廷·齊菲爾德問道 我知道 這起訴訟左賠7200萬美元 但整個訴訟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哈巴回答說 左賠並不是真正的目的 我們追討的不單單是7200萬美元 這只是特殊損害賠償 我們真正的目的是保衛民主 確保我們的選舉 我們的司法體系不受政敵阻撓 而這一切正在發生 他們阻撓司法 他們繼續編造謊言 正如你揭示的 他們謊稱 這是關於俄羅斯干預選舉 僅此而已 哈巴還談到 希拉里·克林頓 他付錢給一家律師事務所 僱傭其他公司以保護自己和競選團隊 這是個龐大的計劃 目的是打倒對手 斯廷·齊菲爾德問 讓我吃驚的是 不光希拉里·克林頓是這場運動的領導人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也是 裡面牽扯很多骯髒的伎倆 問題是 當你非法監視某人 當你開始招募聯邦調查局特工 這就成了一場現代的政變 我們知道 在希拉里團隊的這場陰謀中 川普的住所、川普大廈、甚至白宮都被監視了 前FBI局長詹姆斯·科米也參與其中 哈巴說 這真的很讓人吃驚 他們的觸角身得如此之長 參與的程度如此之深 不只是他、他的團隊 很多人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 斯廷·齊菲爾德最後問到 你、法律團隊、和川普總統的訴訟 就到此為止 還是會有更多? 哈巴連說了三次 還有更多 他說 我能夠參與糾正對一個真正偉大的總統 所犯下的錯誤 感到非常自豪 歷史會還給他公證 人們會看到 我會在下星期再次參加你的節目 我們很快會提起另一個訴訟 任何試圖編造惡毒謊言來攻擊這位總統的人 都會被起訴 我們不能袖手旁觀 任由這種事情發生 下面我們再和大家說說 拜登在歐洲出醜 特魯多在歐盟挨罵的事 3月25日 拜登看望了駐紮在波蘭賈西翁卡的 第82空降時 說 當你們在那裡的時候 你們會看到 你們中的一些人曾經在那裡 你們會看到婦女、年輕人站在中間 站在一輛該死的坦克前 說 我不會離開 拜登提到的 當你們在那裡的時候 似乎暗示著軍隊將被部署到邊境另一邊 似乎會派遣地面部隊 不過 白宮隨後對拜登的話進行了澄清 堅稱 美國不出兵的立場沒有改變 美國軍隊不會進入烏克蘭 當天 白宮發言人對福克斯新聞說 拜登已經明確表示 我們不會向烏克蘭派遣美國軍隊 這一立場沒有改變 拜登此前也一直表示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 在任何情況下 美國都不會派遣軍隊 進入烏克蘭 擔心這會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最終成為像阿富汗那樣漫長的戰鬥任務 在訪問波蘭前 拜登這個星期大部分時間 都在布魯塞爾參加北約緊急峰會 討論西方對衝突的反應 據美聯社報導 拜登在峰會上承諾歡迎 多達10萬名烏克蘭難民 並額外提供10億美元的食品、藥品、水和其他物資 與此同時 福克斯新聞報導說 五角大樓一名官員說 國防部長奧斯丁正在考慮向北約東側 部署更多的美軍 福克斯新聞說 與1月份相比 駐歐美軍人數已經增加了2萬人 截止到3月17日 駐歐美軍總數達到10萬人 此外 拜登還說 他被告知 不能越過邊境 進入烏克蘭 並將烏克蘭民眾反抗俄羅斯的畫面 與8964的中國學生反抗中共政權相比 稱那是天安門廣場 其實 不管是口誤要派遣軍隊 還是把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係 比喻成學生與中共 這種低級錯誤都有損一個大國領導人的形象 不過 對拜登而言 忘記數字 混淆利比亞和敘利亞 稱卡馬拉為總統 稱澳大利亞總理是那個傢伙 想不起來國防部長的名字 叫做輪椅的參議員站起來 稱記者是蠢蛋 等等 拜登的詩語對全世界來說 早已不是新鮮事 如果說拜登是由於老年痴呆 而引發了外界對他嘲笑的話 那麼 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 在國際社會上出醜 完全是他自己找的了 3月23日 特魯多在歐洲議會上 對來自歐盟27個國家的705名 當選成員國議員發表了充滿激情的演講 在宣稱加拿大政府是一個和平、 秩序和良好的政府時 再次對加拿大自由車隊進行攻擊 並警告這是對民主、日益增長的威脅 他說 不幸的是 我們看到分世極族的民粹主義者正在崛起 他們正試圖利用這些焦慮 他們假裝能夠利用人們的恐懼 輕鬆解決問題 不過 特魯多的話引起了一些立法機構成員的強烈反彈 他們稱特魯多是獨裁者 是任何民主的恥辱 來自克羅地亞的議員克拉庫斯奇回應說 特魯多的做法侵犯了參加自由車隊抗議的 加拿大人的公民權利 克拉庫斯奇對著坐在席位上的特魯多說 加拿大曾經是現代世界的象徵 但最近幾個月 在你準自由派的領導下 已經變成了侵犯公民權利的象徵 我們看到你如何用馬踐踏婦女 如何凍結單身父母的銀行賬戶 這樣 他們甚至無法支付孩子的教育和醫藥費 他們無法支付水電費 房屋抵押貸款 克拉庫斯奇接著說 對你們來說 這些可能是自由主義的方法 但對世界上的許多公民來說 這是最糟糕的獨裁 請放心 世界公民團結起來 就能阻止任何企圖破壞公民自由的政權 無論是用炸彈還是用有害的藥品 在克拉庫斯奇發表上述講話時 特魯多就靜靜地在座位上 似乎沒有反應 當晚 克拉庫斯奇的講話片段立刻在網上瘋傳 德國歐洲議會議員克里斯汀·安德森譴責特魯多說 特魯多先生 你是任何民主的恥辱 請饒了我們吧 他進一步指責特魯多崇尚中共極權 在卡車車隊抗議期間侵犯公民權利 稱特魯多是一個把公民視為恐怖分子的獨裁者 另一位德國議員伯恩·哈德·奇姆尼克 也指責特魯多踐踏民主權利 因為他鎮壓了抗議過度公共衛生措施的人 羅馬尼亞議員克里斯提安·特赫斯 則拒絕出席特魯多的演講 他在臉書上發表了一篇長文來解釋他的理由 說 當你騎著馬蹄走過要求 尊重自己基本權利的本國公民時 也不能從歐洲議會那裡給普京上民主課 民主和暴政的區別不在於政治領導人的地理位置 而在於他們所推崇的價值觀 歐洲議會EP是歐盟七個機構之一 是世界上第二大經選舉產生的議會 規模僅次於印度議會 印度議會有788個席位 歐洲議會有705個席位 雖然它被稱為議會 但它更像市議會或聯合國大會 歐洲議會沒有政府和反對黨 因此 議會中沒有內閣部長 與各國議會不同 歐洲議會不能提出立法建議 這項任務留給了歐盟委員會EC EC是歐盟任命的行政機構 作為內閣 代表民選成員國政府形勢 但是 歐洲議會可以修改或否決立法 擁有一些預算批准權利 並被要求批准一些國際合作行為 如數據共享倡議和為國際發展倡議提供資金 最後 我們補充一下 加拿大自由車隊組織者最新情況 塔瑪拉利西和克里斯托弗·巴伯 是加拿大自由車隊的兩名最有影響力的組織者 星期四 他們正面臨幾項新的刑事指控 他們被共同指控犯有惡作劇、恐嚇、 阻礙高速公路和阻礙一名警察的罪名 以及五項縮使他人犯下同樣罪名的指控 2月17日 他們兩人在沃塔華被捕後 曾被指控犯有惡作劇和勸導他人實施惡作劇罪 不過後來 利西和巴伯都獲得了保釋 上週五 利西的代理律師 就她的保釋條件提出上訴 其中包括限制她使用社交媒體 幫助應對這一挑戰的憲法自由司法中心表示 這些保釋條件違反了對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和和平集會的保證 該中心表示 禁止利西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言論 包括對COVID-19健康措施的評論 與危害公共安全或犯下進一步罪行 缺乏理性聯繫 巴伯將於4月19日再次出庭 利西下一次出庭的日期還沒有確定 另一名車隊組織者帕特里克·金 星期四出庭後 也面臨額外指控 金和另一名男子泰森·比林斯 現在分別面臨10項指控 包括兩項恐嚇和妨礙警方的罪名 以及一項惡作劇 勸導實施惡作劇、勸導恐嚇、 勸導阻撓警方、违抗法庭命令 和勸導不服從法庭命令的罪名 好了 我們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